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弓箭飞行当中并不是纹丝不动的笔直飞行 而是会像鱼一般的左右摆动 慢进头下大家会看到 弓箭飞行时身体是一扭一扭的非常唯美 通常大家使用的弓箭 箭支一定不会是钢体 基本都赋予了一定的弹性 当射出去的一瞬间 弓最先碰到箭支的尾端 将推力传给了箭尾 所以在刚开始出弓的一瞬间 箭尾就像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 但是当箭飞行的过程中 这股动力还会随着箭身不断向前传递 虽说在整个箭支飞行的过程里 任何一个点都在用力 但很明显 各个部位用力的时间和力度也截然不同 所以也就会出现像鱼一样摆动的形态 从专业角度讲 箭支弯曲的程度也取决于箭支的扰度 所以细心观察的朋友也会发现 每一位弓箭手在射箭时 其实会根据风速 以及自己喜欢用的观察眼睛 来变换拉弓的姿势 这也是为了避免在箭支出弓的一瞬间 与弓本身过多的碰撞影响精准度 那么也有小伙伴要问 为何要设计成有扰度的箭支呢 不能直接用钢铁等材料制造箭支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但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这把弓并不是人力去拉射 而是通过机械弹射 毕竟人类的力量以及弓的承受度是有限的 为了使箭飞得更远 更具有杀伤力 只能使用通常箭道的箭支 只有利用其左右摆动的特点 才能将力量发挥到最大 如果想用硬材料去射箭 只能通过机械了